很多人认为核显掌机只能玩一些上古游戏 最多也就是Switch级别 请先来预测一下虚幻物的黑悟空到底行不行 黑悟空真所谓国产3A 十年魔艺 个人还是很期待国产3A游戏在国际舞台方向光大 但是虚幻物莫德来说的确是对核显很不友好 这边是台式机的3090演示 在高方便率下跑到个4748帧 依然是没有到达50帧 这边是迫不得已 我先上这个显卡屋试一试 AMD的USB显卡屋 这边GPD也是刚刚搞定 用1080Ti演示的话 帧数在30帧上下浮动 720P的话应该算勉强能玩 然后看看国产的先见期 这边是1080P的高画质 用这个显卡屋玩序章的话 是可以保持稳定60帧 这边核显是相当弱 核显720P的低画质的话 也只能跑到个20帧 是到不了30帧的 不过这也只是极限情况 很多游戏来说 优化之后还是能跑到不错的分数的 这边是国内外大楼的研究成果 总的来说的话 对优化AMD核显是很有帮助的 今天演示的设备是这个10寸的GPD WinMax2 虽然长得像笔记本 但实际宽度来说 比所有的7寸掌机都小 这边先测试的是国产原神 开的是1080P高画质 测试地点是黎月城的晚间 我个人感觉似乎是没有什么特别大问题 这边如果不跑图 光在同一地图战斗的话 就可以稳定60帧的 跑图的话可能会有点掉针 来到50帧到60帧左右 整体来说这款核显应该还是能够对付原神的 然后我们来看看优化极好的2077 在720P和FSR2.0平衡档位下 是可以基本上稳定60帧 之前我也是有演示过光追720P 在30帧左右 总体来说2077优化还是比较好的 如果说这款游戏优化不好的话 那只能是这个核显实在是太强劲了 本次视频采用的是动态瓦数策略 你们看到瓦数的话 它是一个动态的状态 这边是关闭了CPU锐屏 然后锁了这个GPU上线 等于是GPU和CPU都不再会出现抢电问题 然后瓦数上线是一个浮动的状态 野外大表哥的话 看上去也是基本上能稳定60帧 对比不优化的话 我直播感受下来 就是有一个50帧到60帧的区别 然后我们再来测测乘车内的感受 乘车内的话 在户外的话是基本上可以到50帧 提升也是有一点的 之前的话大概是在45帧左右 这边有提升那个5到8帧左右 虽然有吊针但是真生成相对平稳 我这套测试下来对真生成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一度智认三这些模拟都是有点问题 这边实际的解决方法是用这个优化系统的定锁平导 把CPU强制锁定到3.5G左右 这样的话20多瓦即可以30帧左右流畅游玩 这个画面比手持版的switch应该还是要清晰一点的 然后是开头我跑的这个务师3 这边是锁30帧720p的低画质 实际来说是7瓦可以稳定完30帧 这个状态应该是能持续5小时续航左右 如果是win max2的话 其实720p来说AMD有一个专属的优化技术 就是ISR缩放相当于FSR1.0的全局版 这边可以用键盘来开启关闭 实际上可以提升游戏的一个锐度 这边之后有更多的游戏优化视频 我会一起集合之后做一个系统 然后也会提供单独的教程和继续的测试 喜欢可以关注一下 晚上的话我基本上在10到12点左右每天都会直播 我们期待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